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空 我是茵茵 Hello 各位全國的官方大長 我是李歐 因為政府推動了台商回流政策 紛紛有許多台廠回來了 那麼投資要怎麼看呢 好的 那既然台商願意回流 這個熱錢就湧入台灣 那最主要這個是因為由政策所推動 政策所引導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政策呢 因為我們政府看到這個美中貿易戰 牽動這個台灣的廠商 本來都是在大陸設廠 牽動這個全球供應鏈的這個布局改變 所以為了要鼓勵台商 既然台商有可能會就是南進到這個越南 東南亞國家 那不如撥一點錢回台灣投資 所以政府他在108年1月1號 他就正式啟動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的一個行動方案 那這個方案是預計3年的時間 他特別設置這個投資台灣事務所 那專門在辦你這個台商回流的事情嘛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台商回流的實施對象呢 是哪些 不是全部只要你台商就可以回來 他必須要有條件的 比如說上面這個是三個條件通通都要符合 第一個要有受到這個美中貿易戰影響 第二個是你附入投資要超過兩年以上 第三個是你回來的產業 他不要你是那種重污染的產業 你回台投資產業部分 你必須要具備智慧創新的一個產業 好那下面這些至少需要符合一項 比如說你要符合5加2的新創產業 或者是你有高附加價值 或者是你生產關鍵的零組件 或者是你自己的品牌 那行銷國際或者是跟我們國家政策有相關 有配合的一個產業 來什麼是5加2產業呢 你看所謂的5加2 就是包含像物聯網 就是我們政府所重視的 未來的這個主要科技 那包含像這個生物 生物醫療科技相關的 那包含像綠能 也是我們政府所重視的綠能產業 那智慧機械 還有包含像這個國防產業 尤其是以衛星科技為基礎的一個國防產業 那除此之外 5加2 那個2呢 就是第一個是新農業嘛 那提升這個永續發展農業再利用嘛 那再來是這個循環經濟 就是也是一個資源再利用的一個概念 好 那要怎麼樣把財商給吸引回來呢 你必須要有一些政策嘛 有些利多嘛 那當然包含像土地呢 你前兩年不用租金 就用提供土地給你廉價的土地 那再來是人力 你需要多少人 好 那你優先聘用本國勞工 創造就業機會 那給你獎勵嘛 那外勞的部分 也允許你去做一個配置 因為台灣的人力 他的資源比較沒那麼充足 有些比較中低階的一個勞動力 你可以使用外勞 那再來是借錢給他 那借錢融資的話呢 這個利率很低哦 就是不超過郵政儲均 會業局兩年的一個利率 那加這個年期0.5% 所以利率是相當低 那再來是你要水藥店 那是全力協助嘛 那單一窗口 就提供你這個水電的申請 包括稅務的部分 也是全力做一個協助 好 那我們看一下頁部分 所以你看到整個貴於返鄉 哇好多公司 像這個國劇嘛 那大舉投資就165億嘛 榮生子業台中競技 包含做腳踏車 還有這個巨大嘛 那包含像這個橋村工業嘛 橋村這個金屬 包含像橋山等等的 陸陸續續都回台 預估今年 整個全年度目標是多少 2500億台幣 看一下頁部分 所以整個台商慢慢的 逐步在回流哦 那錢就進來了 1到4月份而已 就已經回流2057億 預估的投資金額是這樣子 那目前錢還沒有全部回來嘛 只是目前已經核准 而且通過準備要回來錢 已經有2057億 那我們剛剛提到 全年目標是2500億 已經你看才4月份而已 已經快要達成 全年的目標是非常有機會達成的 是 那預估可以創造2.1萬個就業機會 重點是接下來還有很多常在排隊 還有四五十家企業 正在申請當中 尤其是最近 單一的這個電子廠 電子零件大廠 他不願意透露他的姓名嗎 那你看他投資多少547億 你看一家公司就500多億 這今年相當龐大 包含像拓凱 做這個碳纖維的這個材料 包含像這個順德做導線價的 包含像這個企機網通廠 都大舉回台投資 是相當相當的踊躍 來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所以你看既然錢會回來 美元 最近是呈現有一個比較偏強 升值的狀態 可是台幣呢 還是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 大概是30.8上下0.2左右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一頁部分 所以台北股市 在這個中長線短線 那是進入震盪整理 但長線有這個 台商回流的一個利多 你看台北股市 為什麼短線會進入震盪整理呢 你看這個地方 跌破全線400點之後 來最低的他9319 那雙底成形嘛 9319開始起漲 他形成一個W底 W底的底部到頸線的位置 漲了多少 漲829點 所以829點從頸線再往上延伸 滿足一倍的測幅是多少 10977點 好 那這一波台北股市最高 漲到11077嘛 所以他還多漲了100點嘛 那現階段 既然這個W底的一倍測幅 已經滿足之後呢 他當然會在這裡上下震盪整理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既然這個地方台北股市 已經有開始進行一個震盪整理 你就是防守這個多頭的 三個重要價位 一個是10926 10759 跟10627這三個價位 我們提過好多次 那10926就是我們對應到 這個前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量嘛 1600億的這個大量 好 這個大量的最低點已經來兩天 連續兩天來做一個測試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這個地方 多方你一定要怎樣 要減碼 那既然短線震盪你就要先減碼 等待這個中線長線的資金回流 甚至於明年1月11號的總統大選 那後面多頭會再起 所以你要先避開這一段震盪的風險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追個參考 是 謝謝Leo的分析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以及選股策略 歡迎加入Leo 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账號搜尋小要數 HCD532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